同学好,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题目要我们用音试分解下列个式 首先第一题 x3次加12x平方 加48x加64等于多少 第二题 27x3次减54x平方 加36x减8等于多少 首先我们看到 我们会用到立方 立方和跟立方差的公式 完全立方 那我们第一题 原式等于x3次 a的部分 那就是x 那可以猜成3倍的a平方b 3倍的a平方x平方b 这边是12x平方 所以这边还差一个4 那b就是带4 加上3x a是x b是4 乘上4的平方 再加上4的三次方 检查一下 这边是12x平方 这边是48x 这边就是64 那刚好符合 这个a加b 括号的三次方 所以可以把它改写成 x加4括号的三次方 第二题 我们27x是三次 你把它变成 a的三次 那a是多少 a就是3x 所以3x的三次方 减掉3a平方b 好 我们a是3x 3乘上a平方 3x瓜的平方 这边是33得9 9327x平方 这边是54x平方 所以这边b的部分 就是乘上2 就会等于54 那后面呢 再加上3ab平方 3乘上a3x 乘上b平方 是2的平方 最后再减掉 b的三次方 减2的三次方 检查 这边27x是三次 没错 54x平方 这边是36x 这边是8 所以它可以配成 a减b的 立方 所以就是 3x减2 瓜好的三次方 这样这两个就解出来了 所以看到这种 很复杂的题目呢 先想一下 有没有可能会凑成 这种完全的 完全式的立方 那这样 可以去拼看看 这样就可以 很容易就解出来了